我是從西亞圖回來臺灣探親 那我接觸這個原始點呢 到今年12月就有兩年了 跟葉老師的實戰經驗比起來還是差很遠 我們這次回來也是特地跟葉老師來學習的 那因為剛才在這上跟保利師姐 分享一些我們學習原始點的不是 所以葉老師也只會叫我來分享一下 所以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我是怎麼樣學習原始點 然後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是怎麼樣受益的 我想在座的各位其實來聽過課應該也知道 原始點真的是非常好的東西 那我先生他是說這套原始點是我們這一生中學到的最好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一點醫學背景都沒有 我們不是學中醫、西醫什麼都沒有的 那一個普通人可以通過原始點可以治療自己的父母親人的疾病 然後自己身邊朋友、家人還可以幫助到很多的人 那這個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那以前做夢都沒想到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那我是兩年前 以前10年的時候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我的老師有邀請張昭和醫師到北京去推廣原始點 然後我的同學 我在北京讀書的同學 他們都有跟張老師學習了 所以張老師最得意的大陸的弟子 袁昌文老師也是我的同班同學 然後我所有的同學基本上都在學原始點 那時候我是因為我在美國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的老師還有我的同學他們都在學 我們老師辦有一個大方廣文化公益網站 當時很多人有家庭、婚姻的問題 他們都會上去問老師應該怎麼辦 那有很多人有病痛 他們也會到大方廣文化公益網站上去問 那我們老師給的回答都是 請你到張昭和醫學騰動基金會的網站上去學習原始點 這個可以解決 所以我覺得很好奇 那我的同學也跟我分享說 他不學這東西很有用 可是因為我們人在美國 沒有機會接觸到這個東西 所以也沒有機緣 那10年5月份的時候 我的姑姐從台灣到西雅圖的時候 我就請她到張昭和醫師的基金會去請了一套光盤 還有書 那拿到美國 我跟我先生拿來看了一下 覺得這個東西好像很好 是一種按摩法可以治很多病 那看過就算了 然後就放到書櫃了 當時也沒有 因為我們太健康了 沒有什麼任何病痛 沒有用感覺 都想著等哪天有用再拿來用 結果後來9月份 我因為一個同修 在西雅圖佛堂的一個師姐 她是中風了 當時我也知道說 其實用原始點很快的可以處理中風的症狀 那我就推薦給她牛 我們還夸便了一份給她 可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學 這個東西真的 再好的東西你要跟別人推廣 因為你自己不會的東西 你就跟她說 這個原始點很好 或者說佛法很好 你學佛啊 基督教很好 你去學 可是你自己不信 這個沒有用的 所以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學 那我去推薦給我的朋友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這個原始點很好 可以治你媽媽的中風 他當時也是 欸好啊好啊 那就拿了那個光盤 可是當天還沒有走出這個佛堂 這個光盤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機緣啊 真是沒有把握住 後來三個月以後 我們一年年 十二月 十一月 我們回到台灣 在善果林 我們請到一張張醫師的光盤 演講光盤 就講台灣十點了 那我先生有很認真地把它 從頭到尾聽了一遍 我們才覺得說 這個方法真的太好了 不僅是解除自己的痛 病痛 也幫助很多人 那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有很認真的學習 那我先生有把每一段光盤裡面 每一段的演講 都仔仔細細的看 甚至把張醫師以前舊的演講 在高雄啊 黃庭醫學會啊 什麼那些意識公會的所有的演講 全部翻出來 然後我們把手法也很認真的 每天練習 那我們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是從不間斷 每天兩個人互相練 那我們還有抓朋友 一起來練習 我們初期學原始點 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只要有一個什麼病症 一用就零 所以當時也覺得這個東西怎麼這麼有效 那個補有的腿痛啊 或者是眼睛 我們這個最有效的是一個乾眼症 那個乾眼症 它已經有五年多點點藥水了 又要插一個那個類管在裡面 每天對著那個 他是牙科診所的那個 那個工作人員 然後要看那個激光片 對著那個眼睛 對著那個很亮的那個 激光的那個片 所以他眼睛已經不行了 他說要下掉了 那我們當時幫他做 只是做頭部 才五分鐘耶 他的形容是什麼 眼睛頓時放光芒 然後五六年 從來沒有過眼淚水了 然後眼淚就出來了 這個效果就是 當時他說他眼睛要下掉 可是我們只是這樣處理 前前後過不到十分鐘 就有這個效果 他可以堅持一天大概 到第二天 我們是晚上幫他處理 到第二天下午下半都還好 但是這個長久性 後來他跟我提到說 你這個好是好 但是不能長久 後來我跟他講 我們才跟你做十分鐘耶 這個頭部原始點 但是他的效果 可以持續十幾二十個小時 那我們想一下 如果我們去尋醫問藥 哪一個醫生給你一片藥 你吃下去 你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或者去做手術 馬上頓時放光芒 看得很清楚 然後眼睛也不會痛 真的沒有 只是靠這個簡單的原始點 所以我們學原始點 就是有一個不能心急 求好心切 這個心理非常不好 所以我這個朋友也是 因為求好心切 就錯過了這個機會 但是我們每次幫他按都有效 可是他因為自己回家沒有處理 然後薑湯也沒跟上 然後自己不會按了 每次要靠我們 一天來按一次十分鐘 然後做做做做就沒有信心了 最後還是跑掉了 他就是才是去找個醫生看 可是我們自己想一下 真的靠按摩 只是這麼幾分鐘 就可以達到這麼驚人的效果 真的非常不可思議 那我們學了這個原始點以後 大概半年以後 後來我是經過張醫師驗證 特別張醫師到美國去演講 去年四月份 我特地飛到加州去給張醫師做了一遍 張醫師對我的手法也非常認同 其實我們沒有跟張醫師親自學過 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是 我們只是跟光盤學 你只要認真去做 當時張醫師對我的評價 他是說你怎麼可以學這麼紮實 他不相信我沒有跟他學過 當時我在他身上做完了以後 他問我你跟誰學的 那我是說跟光盤學的 他覺得很好奇 怎麼可以做得這麼紮實 後來我是跟他解釋說 我們因為每天都有做 沒有間斷 我們是一段段的做 從頭到腳 把所有的部位都很認真地做過 反反覆覆地做 然後還就是教學相長 像葉老師這樣 我們也有教別人 因為這個好東西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也有在歐林比亞 還有西雅圖的佛堂裡面幫大家做 然後順便推廣 也有教大家 所以就是這樣一步步做下來 就手法會得到進步 那去年五六分以後 卓雲章醫師那邊回來 那我就為了更好的推廣原始點 因為在美國推廣原始點 沒有執照是不可能的 是違法 我們是不可以做身體接觸 甚至在公眾場合像我們這樣提按摩 兩個字都是違法的 所以為了合理合法 那我後來就是去讀書 拿了一個按摩式的執照 所以我現在在西雅圖那邊做圖廣 那我們是還可以登廣告 還可以公開的演講 因為我有執照 就是有遠正式的執照 那這個原始點它的好處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普通人實際上並不需要說 我們一定要學到像葉老師啊 或者這些志工這樣 這麼精準的手法 其實敲敲打打都有用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自己家裡面的一個案例 我媽媽她是糖尿病 大概有十年了 十年前的糖尿病 她一直在吃那個中層藥 就是中藥的一種 吃了大概六七年這樣 那吃了以後 她的血糖一直是控制在基本正常 就是吃了藥才基本正常 但是也不是說很低 就是還是偏高 那吃了六七年 後來醫生在幫她檢查的時候 就發現說 你吃這麼久都沒有把你的血糖完全降下 就建議她改打胰島素 所以後來我媽媽就聽醫生的話 就開始打胰島素 打胰島素不到兩年 大概一年一年半這樣吧 腿就開始越來越冷很寒 那個冰了 最後是痛很痛痛到麻 最後就完全不能走了 開始還可以走一百米這樣吧 大概後來在09年我去美國的時候 她就那時候還能走一百米 我去了野望她就癱瘓 完全癱瘓 一步都不能走欸 她上廁所啊 然後洗澡全部要人抱 那個腳一點都不能動啊 而且她每天是要吃一片加強型的 那個止痛片 就是每天這一片加強型的止痛片 還會讓她每天晚上哭泣 痛到哭泣 她經常 我們打電話給她 她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這個腿我不要了 我要鋸掉了 太痛苦了 根本就是不能踩 不能 你就這樣躺著 她都感覺說 我踩在那個鋼釘上面 我非常的痛苦 那因為我們有學 2010年12月嘛 我們就因為她回去 我們有學了原始點以後 那我是有把她介紹的我哥哥 我哥哥他在加拿大王 當時他覺得蠻有用的 他就再搭配 他兒子身上試了一下 欸還蠻有效 自我那個子子的青春痘 還有我嫂子的那個網球走啊 欸一按就好 欸她覺得很好啊 她說欸有效有效 然後我嫂子也有興趣了 覺得欸這個東西怎麼會 就這麼按按就會好喔 她很奇怪 我嫂子她也很認真 她就把那個張力士的房盤 看了一下 大概看了一個事情起不到 她就決定說 我要回去幫媽媽治療 當時我媽媽也是完全癱瘓了 後來我嫂子就買了一個 那我嫂子是在 那我嫂子是在 才學了 就是看光盤 看了十 看了不到一個星期 他實戰操練 只給我哥哥做過 可能就腰啊這樣 幫他試過一下 根本都沒有做過的人 也沒有跟任何人學過 他就回我回去幫我媽媽做 那因為他有很認真的看 他知道說手法應該大概怎麼怎麼做 他就幫我媽媽做 再做了兩到三 第三天我媽媽的止痛片就停掉了 當時當然還會有痛喔 可是停掉止痛片以後 他已經能忍了 就是忍得痛 不會說痛醒 不會晚上哭醒這樣 那個效果是出來了 後來到五十五小時 幫我媽媽用原始點 按了十八天這樣 後來就回到加拿大了 那我媽媽的時候 就可以不吃止痛片 然後勉強可以走 走一步兩步這樣 大概可以慢慢動一點 所以這個止痛片喔 大家也知道 吃下去它其實並沒有解痛啊 它也是一樣還是這麼痛 可是我們原始點那個止痛效果 比那個止痛片好太多了 那我自己本人也有做過 那個癌症病人的 就是輕輕的按 他都可以把它吃止痛片好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依賴那個藥物喔 那藥物真的對身體的那個傷害啊 實在太大了 那我媽媽經過我少子這樣按摩以後 她基本上 她是完全沒有吃那個止痛片 已經停掉了 然後還可以走走的幾步喔 走的一兩步 那是很累喔 然後去年十二月 我哥哥就回中國大陸去 幫我媽媽治療 他住在家裡面三個月 然後我哥哥因為他也有 對於原始也有很認真的研究了 他雖然實戰經驗不是很強喔 但他把所有的相關的資料都很認真的看了 所以他也我去幫我媽媽做 在第一週的時候就建議我媽媽 把引導書全部停掉 那我媽媽是很害怕 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是這樣 一直吃藥的人喔 你要讓他停藥啊 這不可能的 怕死啊 真的好像說醫生都會威脅你 你要是停這個藥完了 你真的會死掉了 所以我媽媽很害怕說 會不會停的藥 會有什麼症狀會死掉這樣 就不敢 那我哥就跟他一直遊說他嘛 說沒關係我在你身邊 我看著你喔 有什麼症狀 我們馬上送醫院啊 或者怎樣 那我媽媽就抱著那個 試一試的那個試練喔 就輕減半 不敢全不減掉 那他的遺老數當時是打二十二個單位 他減掉一半 然後減半過了一個星期 其實他減半了也沒有任何症狀耶 他也是就跟平時一樣啦 吃飯啊睡覺啊 基本上都跟平時一樣 沒有任何什麼不適 所以第二週的時候 我哥哥又叫我媽媽 把他全部減掉 他還是害怕 所以他就再減半 到第三週就完全減掉了 那到現在我媽媽已經把胰島素 還有所有的他吃的同藥 病的藥全部停掉了 到現在大家猜一下我媽媽現在能怎麼樣 對 我媽媽現在能爬這個樓梯喔 十八級的樓梯可以爬七八個來回 然後走在家裡面這樣走一百多米 沒有問題 我媽媽今年六月份到美國來看清 在我那裡住了四十天 我們也是每天幫她按摩 現在我媽媽又去澳洲了 她到處去玩了 所以我那個親戚我那個舅母說 哪像糖尿病人 哪像癱瘓病人到處走耶 可是大家猜一下我媽媽的血糖現在是多少 正常是多少 她正常是餐前 中國大陸的算法 餐前大概八九這樣子之前 就是我媽媽在完全癱瘓的時候 她是靠藥物控制 打胰島素的時候 她是餐前大概八九 其實正常是六啦 但是我媽媽是九大概左右 就是稍偏高一點 但是她靠藥物控制在八九 基本正常的情況下 她是一步都不能走 可是現在我媽媽能滿世界的飛耶 到處走然後爬樓梯啊 坐公共汽車 她已經兩三年沒有坐過公共汽車 那個腿根本抬不起來 三個月我打電話給她 她這麼久兩年三年 第一次坐公共汽車 可以自己爬上去了 可以爬上公共汽車的那個樓 那個階梯喔 所以但是現在我媽媽的血糖指數 她是十七十八 就是高得太離譜了 如果她現在去醫院的話 那醫生肯定要抓她住院了 要嚇她了 可是我想請問在座的各位 你們是寧願要打胰島素 然後把血糖控制得很好看 血糖指數很正常 但是你一步都不能走 斯特拉薩全部要人抱 去上廁所洗澡全部要人抱 一步都走不了 然後渾身的痛 痛到你要把腿拒掉 那你是願意這樣呢 還是你願意像我媽媽現在這樣 血糖指數很高 比正常人高高多幾倍 高多一兩倍 然後但是她現在什麼都能吃 我媽媽她照吃甜的東西 甜食 吃飯也不定量 也不是說像糖藥變成要控制了 每餐吃一點一點 甜的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吃 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我媽媽現在口無經濟 想吃什麼吃什麼 像前段時間過中秋節 她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吃甜月餅了 她以前都要吃無糖月餅 現在無所謂 全部照吃水果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她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好 她也越來越能走 走得越來越多 體力也越來越好 可是她血糖指數就是這麼高啊 所以我那個舅媽她也是糖藥變 她就很害怕 她就會問我 問我媽媽說 你的血糖這麼高 你不怕啊 我媽媽現在 你叫她再打針她也不肯 她說我再也不願意回到 兩年前完全癱瘓的那種狀態 如果大家有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癱瘓病人 他沒有 他離開那個輪椅啊 或者別人的照顧啊 一步不能走那種 那種心態啊 但是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其實我媽媽上半身非常的好耶 她很健康 就是腳完全一定都走不了那個時候 所以很辛苦 她再也不願意回到那個狀態了 所以現在在叫我媽媽再吃藥啊打針 她也不願意 所以血糖高就高嘛 也沒關係 實際上我們在講到這個血糖啊 真的是騙人的這個指數啊 我前段時間上一月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芝加哥的 她打電話跟我講 講起來講一個案例也是 因為她媽媽也是糖藥病喔 在五年前嘛 她們回杜國大陸旅遊 她媽媽帶 族美會帶很多糖藥病的藥 回去北京玩 然後住在葡友家 竟然把那個糖藥病的藥啊 納在葡友家裡面了 然後他們就坐飛機去四川了 那到了四川才發現說 哎呦 要忘記帶了那怎麼辦 當時那個女兒就說 媽媽我在這裡配給你 可是那個媽媽她說 中國大陸的藥我信不過了 我怕吃死了 我不敢吃喔 所以她就不要 那沒辦法 結果那一粒一粒 她在四川湖南那裡玩 去爬山啊 張家傑啊 到處去爬山 然後朋友見面 老朋友見面嘛 吃大喝 天天都有人宴請 請客吃飯啊 一個月喔 她沒有吃任何的 那個 血糖的 架血糖的藥 然後她也照正常的吃 因為朋友請客 可能這個不吃那個不吃嘛 她是有幾十年沒有回到中國大陸 然後回去都是那些老朋友請客們見面 所以她一直都在吃 那她後來回到美國一下飛機 她的兒女把她接接機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趕快把她拉到那個診所去 約好醫生趕快去給她驗 就是驗血糖讓她重新配藥嘛 結果大家猜一下這位媽媽的那個血糖是多少 竟然她一個月沒有吃血糖藥喔 然後吃喝口無禁忌 那這一個月下來 她的血糖竟然是完全正常 所以我們在想到底這個血糖藥有什麼 有什麼用喔 我媽媽的例子喔 但是比較特殊 我當然不是建議說在座的各位都把藥停掉喔 那你們在沒有學原始點沒有人幫你做的情況下 我也不建議大家就冒冒然把它停掉 那我們說的這個案例的情況是 有人幫你做天天做的情況下 你自己也了解也懂的情況下 那我們採用原始點這個送精療法 真的可以達到很驚人的效果 那我們之前也有碰到很多的高血壓的病例也是這樣 但是它都是需要每天 就是一般來說 我們碰到高血壓降下來的案例 都是夫妻兩個人互相按摩 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左右 完全可以把高血壓降下來 而且不再復發 可是很多人喔 沒有這個福報 或者是太太不願意學 或者先生不願意學 那我們自己一個人怎麼辦 所以很痛苦 那我們最近我們在西雅同 也是一位在廣告原始點 我的聽眾基本上也都是老人齁 我們在那邊都是老人公寓 我們是在這個中國城市 那裡做的 所以來的都是老人家 都是在老人公寓裡面 獨居的老人家 他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幫他做這個原始點 所以兩周來一次 我們在那邊是兩周一次的活動 那兩周按一次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效果 這是安慰性的喔 那像這種重大疾病的 什麼糖尿病啊 高血壓這些啊 基本上要天天按 你按了一段時間以後 他才會下來 所以你如果兩周一次 基本上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我說靠別人喔 靠醫生啊 靠按摩師啊 都靠不住 因為疾病是要靠自己 自己來處理的 那像原始點 沒辦法 我們不可能 天天都請葉老師 幫我們按啊 怎麼辦 那我們最好的是 請自己的家人 你先生帶太太啊 或者兄弟 或者姐妹 一起來學 或者靈女之間 連續帶過來一起學 學了互相 這樣做是最好的 那如果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話 那我們等會 會教大家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在降水壓 用這個壓性包經的方法 這是中國大陸一個 脂壓按摩的老師 陳玉琴 他推廣了一個壓性包經的方法 那我們最近一個月 我們在西雅圖拿來實施 從九十多歲的老人 一直到那個年輕的四五十歲 三四十歲的 然後老外也有 老中也有 那男女老少 老胖的瘦的都有 那個效果非常的好 那高血壓降下來 我們做了大概有十幾二十粒的 十多粒 差不多二十粒的案例 只有一粒是血壓保持 你有沒有降下來 那是因為那個時間不夠 因為它是每一點 每一個學費 它是大概需要兩到三分鐘 那我們當時因為那個病人 他趕著要去教堂 就沒有做夠時間 才做了五分鐘 所以效果出不來 那這個東西是需要耐心 我們現在如果一條細胞肌壓下來 大概要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 如果最好是三十分鐘 這個時間下來的話 那個血壓完全可以降下來 我們最高有一個老太太 一八十多歲 是從一百九兩百的高壓 在經過押心胞肌以後 直接降到一百三 另外有一個九十二歲的老人葉 他也是從一百五降到一百一 最後現在降到九十九 已經是低血壓了 就是很多人已經弄到低血壓這樣 那為什麼它會低血壓 其實我們這套按摩方法 低壓的話它會升高 高壓它會降低的 但是因為這些病人 他們都一直在吃這個高血壓藥 即使這個血壓已經降到非常低了 就像我剛才講那個老人家 九十二歲的老人家 他從一百五降到一百一的時候 他自己把那個血壓藥降一半 後來他還有在吃 他自己又再按 結果按到九十九 九十九他還在吃那個血壓藥 那我們就問他 你為什麼還要吃 你現在已經是低壓了 結果他說 我的醫生沒有叫我停呢 我要等醫生告訴我停 停了我才能停 我相信在座各位 如果吃高血壓藥也應該知道 那個醫生在你吃藥的時候 就告訴你停 這個血壓藥一吃就吃一輩子 你如果停的話會死掉 所以他們很害怕說 即使血壓已經低到九十九了 他也不敢停 因為他要等那個醫生的建議 所以這個很悲哀 我們就覺得 另外一個老太太從一百九兩百降到一百三 他也是一直還在按他原來的量 在吃這個高血壓藥 劑量很大喔 那你當時你是一百九兩百 可是現在一百三一百二了 他竟然還吃這麼多 所以吃下去的結果 我們也知道只能是低血壓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在推廣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很悲哀的事情 就是我們幫助病人解決了問題 但是病人 他對原始點的那種興奮沒有 因為他聽課 他的資訊不夠 他就覺得還是醫生的 還是相信醫生 他覺得醫生叫我停 我才能停 所以我們就是覺得做原始點的推廣 或者是中醫按摩的這些推廣 會覺得很悲哀 就是幫病人把症狀解決了 他都還不覺得是好 他要醫生說好 他才相信 所以很多人都很相信醫生 可是我最近在看一本書 他就講到醫生的物診 這是中國大陸的一個醫學專家寫的 季曉龍 他就講到物診率很高 在美國物診率是百分之五十 在中國大陸大概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還是稍微比較低一點 那所以我們如果真的都去相信醫師 他自己身為一個醫生 那個季曉龍 他是一個醫生的醫生 他是專家 他就在講到 其實三分之一的病 是可以自己好的 不需要任何治療 他自己會好的 那還有三分之一的病 是可能經過治療會好 那另外一個三分之一的病 是你怎麼治療 再怎麼做他都不會好的 所以我們自己要清楚 哪一些我自己這個病子怎麼來的 到底我需要吃藥 要不要做手術 那學了原始點 我們就知道很多東西 這個都是多餘的 這個藥物啊 手術啊很多東西 其實真的是不必要的 那我們想一下現在的醫院啊 醫生還有藥房啊 那些藥商 他們的目的啊都是賺錢啊 都是空不能你這一輩子就吃我這個藥 一查出你有糖尿病啊高血壓 哇他這一輩子都得吃這個藥 那個廠商啊 在後面偷偷笑了 我們都不知道了 所以真的很悲哀喔 我們可以用很多很好的方法 完全可以擺脫藥物的控制 但是大部分人都很相信 醫生喔都相信這個藥物解救我 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喔 那在中國有句古話叫做 是藥三分毒 我們想一下這個 是藥三分毒 講的是以前的中藥喔 我們現在用的這些西藥啊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毒 這個毒性已經達到什麼程度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我先生的一個朋友 在那我先生 他是在華盛頓州的州政府 橋樑部工作的 他是橋樑部城市的喔 他辦公室裡面那些都是精英的 都是那些PhD 博士 博士後啊 都是那些高級知識分子的 很聰明的人喔 那他在那裡工作的時候 之前他剛去的時候 有朋友就是辦公室的同事介紹說 那個MOMOMO是很聰明的 很有能力的喔 那你跟他都學喔 都學習 那個朋友到現在 那是20年前 非常聰明的 帶了一個人 現在變成什麼樣呢 他已經完全變成一個 講難聽就叫傻瓜喔 每天就知道去上班刷他 什麼都不會 你跟他講什麼他都不懂 可是20年前 他是非常聰明的 非常勇敢的一個工程師 他是橋樑設計師喔 但是現在就 每天就知道去上班刷他 已經什麼都不會了 這個問題是怎麼發生的呢 就是因為 每個人很胖喔 他是很肥胖 就膽固醇就很高 然後醫生開膽固醇的藥給他吃 然後吃了膽固醇的藥以後 他就有憂鬱症啊 肌肉酸痛啊 然後高血壓也來了 然後身材也不是很好 就是一大堆的那個 副作用就來了喔 所以那天他來我們家 我們幫他按摩嘛 然後我先生把他的藥啊 他吃的藥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打出來 再往上查詢了一下 這個膽固醇的藥啊 再說各位喔 有吃膽固醇的還不少喔 我真的我覺得很心痛喔 那正好上一位 我們也有去聽過一個 心臟科醫生的演講喔 那個醫生他就講到中風 很多人害怕中風嘛 所以就在這樣膽固醇啊 吃這些藥 因為說要預防啊 有一個女士甚至在問說 欸醫生我們是不是現在趁年輕 每天吃一顆阿斯皮靈 我們就可以避免中風喔 後來那個醫生他一再強調 他講了很多遍 可惜的是在座的那些聽眾啊 沒有人聽喔 一再的問他什麼藥可以解決的 那個醫生他怎麼說 他說其實中風喔是突發性的 你怎麼預防都沒用 不是說你現在每天吃阿斯皮靈 可以預防中風的喔 中風他不能預防 他要來他就來了 根本沒有辦法 不是說你現在就先吃藥 後來那個醫生他就說 如果要預防的話 他最好就是從飲食 飲食方面還有運動 他是建議說不要吃那些高油脂啊 那些熱量高的那些三高食品 油炸食品 然後呢多運動就可以了 可是當時在聽那個醫生演講的 好多人大家問的都是 醫生他到底有現在 美國發明出什麼新的特效要能治療中風 大家問的都是藥啊 都是想用外用的東西啊 外力的那個幫助 而不是從內心 從我自己怎麼樣 節制我的飲食啊 怎麼樣加強鍛煉啊 大家都希望有個靈丹廟藥 像青蛇王一樣 最好有一個靈丹廟藥吃下去 我又沒有病痛 然後長命百歲喔 這只是幻想啦 那如果大家想要健康的話 一定是要運動 然後飲食一定是要注意的 不可能靠藥的 不可能靠藥的 所以我們在皇帝內集裡面喔 中國的老祖宗也很很很智慧 就講到所有的疾病喔 都是自心為善 我們最重要的是自心啊 那你的心念症了 所以他有講到說 心症的邪氣就不能入侵喔 如果一個人的症氣很足的話 所有的那個病痛啊 那些他其實他不會上神的 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流感期 或者以前做SARS的時候喔 為什麼有些人會染上 有些人不會 當然這裡面有體制 那體制也是他自己修來 他有沒有運動啊 他本身之前的那個飲食啊 各方面的很多很多優術了 但是這個東西喔 人的心念啊 我們學佛我們也知道說 就是人心念症的話 其實不會生病 所以我在一退房的時候 我有很多學員來問我說 欸李老師你 你這樣每天幫別人做啊 會不會把他的病氣喔 我們知道病人的病氣會吸進來 很多人很關心這個問題啊 所以後來我跟他講的是 就是皇帝內集講的 真的就是你正氣足的時候 這個邪氣他的病氣 什麼什麼癌症啊 什麼那些 所有的那些東西 其實是進不來的 但是我們心稍微 有一點雜念 邪念說 我幫他按喔 他的那個可能會傳染給我 你這樣一想 你的心都已經不正了 不是那種利益眾生的 像我們葉老師在幫別人做的時候 我相信他絕對不會想說 這個病人的病會不會傳給我 所以他絕對不會傳染 但是我們如果我們自己心裡面 有一點想法說 這個人這個病很重喔 或者什麼 他會不會傳給我 那我告訴大家 如果你這樣想 真的你可能就會傳染 所以這個心念非常的重要喔 那我們皇帝內集是說 所有的疾病 我們是自心為要 一個人生病的 最重要的是要自心 心要散要慈悲 那我從弘法來講的話 我們要真誠清淨平等 慈悲啊正絕 這個心念症的話 那你就可以忍疾病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除了這個 那第二個皇帝內集裡面講到的是 就是外製為主 外製就是講到這個按推 所以我們實際上按推啊 以前中國的古老的推拿術啊 按摩啊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像剛才我們看那個 影片裡面有講到 他這個按推也有幾千年的歷史了 那我是學按摩的我知道嗎 就是在兩三千年前 以前古希臘的羅馬 他們其實都有用這個 按摩療法來治療 那我們即使是現在說到 美式按摩 因為我學的是美式按摩 那美式按摩對身體的那個 治療還是有幫助的 當然他解決疼痛的方面 跟原始點比是沒辦法比 但是他對人體的那種焦慮啊 然後還有很多失眠 就是比較輕微的 緊張啊壓力這些東西 他的幫助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說按摩真的非常有效 我們在這麼多年做下來的話 真的也可以幫助很多的人 所以學這個東西真的是利益自己 然後有利益眾生利益家人 所以真的大家學了以後會很有成就感 感覺自己都成為醫生 我現在也是經常還有人叫我 李醫師李醫師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相信大家也是對葉老師也很敬佩 你看他做了這麼多 五千多個案例 那一路做下來他解決了多少的病症 他比醫生厲害太多了 所以我們在座各位其實只要你認真做啊 都可以這樣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這個外治為主 其實我們有病的時候我們不要忙著去吃藥 先找一個是心念 然後第二個講到外治 然後呢下來這個食療 就是浮飲食療 第三次食療 那吃東西一定要注意了 像剛才講到膽固醇 其實你只要改變一下飲食 哪裡有膽固醇的問題 我們往前推幾十年 像我們的媽媽或者是外婆阿姨 奶奶那一輩 哪裡有人有膽固醇的問題啊 那時候的人交通不發達 整天都是走路 然後飲食也沒有那麼多肉吃了 所以大家都很健康 那個心臟病呢 高血壓癌症糖尿病 都是最近多少年 大概二三十年三四十年 才有的 越來越普遍的病症 那都是懶病 都是富貴病喔 所以我們講到那個病 都是自己招回來的 像我媽媽的糖尿病也是自己 自己因為懶喔 我媽媽以前很辛苦啊 然後我們三個小孩 因為開店啊 要踩三輪車去經過啊 很辛苦 所以那時候很瘦 他什麼病都沒有 連感冒都沒有 最後我們三兄妹都長大了 增加立業了 他沒有試坐啊 退休了 然後就每天坐在家裡面看電視 他唯一的運動就是 兩天吧 去菜市場買一個菜 菜市場又很近 離我家不到五分鐘 他每天買菜回來 家裡面的事我爸爸做 所以他每天就 除了摘菜看電視睡覺 都沒有什麼事做 這種生活才兩三年了 馬上那個疾病就早上升了 所以我們在得到疾病以後啊 我們真的要反省一下自己 我這個病是怎麼來的喔 到底是因為懶啊 還是因為我愛生氣 反息氣啊 或者很多的很多的原因啊 自己先反省一下 我們這樣才好 對增下藥喔 那我們最後講到一點就是 藥食為下 剛剛我們講自心為善 然後外治為主 福以食療 最後一點 黃帝內經裡面講到 這個藥食為下 我們吃藥是最後一道 這個下下下下策了已經是 可是現在人喔 顛倒了喔 一有什麼病不痛 一有什麼事情 先去找醫生先開藥 那台灣呢 這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了喔 接保制度 實在是好得太要緊了 所以台灣雖然很小喔 一個小小的島國 是兩千多萬人嗎 全世界 大家知道嗎 喜剩最多第一名的地方 竟然是台灣 所以我們要反省一下 到底我們台灣人做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們才兩千多萬人口 連一個上海四個不如耶 上海四個超過十年前 他都有兩千多萬人口 我們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竟然全世界喜剩台銘 竟然第一名 後來大家檢討 就是說這個台灣的健保制度 實在太好了 大家醫有什麼病 我們在美國也是 好多台灣的那些朋友 醫有什麼病 牙痛啊 或者有什麼長的什麼瘤啊 什麼之類 買上機票回來 買上機票回來做手術 台北在美國做方便 還便宜 我在美國弄個牙齒 一萬美金 幾十三千美金 在這邊 除了機票啊什麼 還有澡 真是實在是太划算了 所以前兩天我大嫂還是哪個 我以為是誰了 告訴我聽說 竟然在這邊的那些外勞 他們還把這個藥啊 這邊拿了很多藥 寄回當成禮物 寄回他們國家去 我也知道說有大陸新娘 回家看清的時候 把一包藥帶回家去 大家都以為這個是好東西了 殊不知這個真的是得藥啊 我們竟然把毒藥拿回去 毒害我們自己的親人 真的不可思議喔 所以我最近在看一本書 是一個日本的一個醫生寫的這個 他就講到百分之九十五的藥 其實不止了 百分之九十五的藥都不能吃啊 只是我們吃那個藥根本就沒有什麼用 很多人為什麼感覺說有症狀解除了齁 其實他就是毒藥 毒藥的話 他拿來稀釋了 稀釋了以後 就像我們說打那個肉流感菌 大家應該知道很多 很多明星會打了以後麻痺 這個皺紋就不見了齁 這個 他其實是很毒的 但是他已經稀釋 一千倍一萬倍這樣 一點點就可以 就有這個治療的效果 那其實我們現在吃的那些藥啊 真的就是毒藥 只不過他現在已經稀釋了 還打不到把你馬上毒死 但是我們這樣吃喔 因為很便宜 因為健保制度很好 大家就 一有點小毛病就去吃啊 那個毒藥會累積啊 你吃那個藥進去排不出來 消化不了 那個肝臟腎臟 真的會壞掉 為什麼洗腎那麼多 因為我們台灣人的 那個肝臟腎臟都拿來去消化 去解那個藥啊 都解不及了 所以這個藥毒藥最後殘留在我們的身體 體內啊 所以為什麼大家說吃藥吃多的人 最後的下場 我們看看身邊的朋友 你們可以知道 去觀察一下你身邊如果有洗腎的朋友 是不是他一直都在吃藥 一直都喜歡吃藥 他最後他才會這樣 真正無緣無故 什麼藥都不吃的人很注重健康 他用飲食也很注意 又愛運動 你想 這種人真的去早去起身啊 這個不可能的 那我自己的大嫂在中壢這邊住 他也是紋身的毛病 我們每年回來 去年回來他就有抱怨 這個腰痛啊 膝蓋痛 那我們一回來就幫他按摩 一按好了 按好了 可是他還是要吃啊 他吃的腰痛藥 雖然腰痛已經好了 可是醫生沒有叫停 而且拿的藥很多啊 又不用錢 大家有一個怪毛病 可能就是 這個醫生給的藥不吃完 好像就是不聽話 所以我們一定要聽醫生的話 把藥吃完 其實這個真的是不好的習慣 那我的婆婆 我這次也是回來看我婆婆 我婆婆97歲 現在非常的健康 她腦子很好耶 但家裡面所有的用話 都是她接 家裡面的什麼事情都她來處理 前兩天什麼 這個兒子、孫子、女兒 什麼一大堆的那個保險啊 要簽字啊 要拿印章啊 那個什麼儲蓄布啊 全部都老太太自己保管自己 放哪裡 全部都自己 我這個97歲的老人家 所以大家想一下 我真的很健康 要是我們97歲 能像她這樣 那真的很幸運 那我婆婆是怎麼保養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她是個住廠室 她以前有在護士學校讀過書 所以她知道這個藥物的讀書 那年紀大了嘛 所以她也有一些毛病 她每次去看醫生 醫生也有給她藥吃 可是我婆婆很聰明的一點就是 她從來沒有把藥吃完過 她每次吃一天的藥 她一般開三天到五天 因為她年紀大 不容易去醫院 有時候她開滿多的 她大概吃了一次兩次 如果有一點好轉 她就停掉 沒有好轉 那說明沒效也不用吃 所以她從來也有把藥吃完了 那我們很多人很聽話 醫生開三個月的藥 結果你已經明明你的症狀都好了 或者什麼 像感冒的藥 那醫生一開開一個星期 其實你已經好了 有些人好了 他還是很聽話的要把藥吃完 到最後面肝臟心臟 當然會壞掉啦 那我們想一下這麼毒的東西 放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你那個肝臟一天到晚 要幫你解毒吃的東西 我們現在也知道 因為化學的東西越來越多 農藥化肥 還有我們吃的那些肉 裡面還有很多化學的東西 解這些食物的毒都來不及了 我們還要給我們的肝臟 腎臟增降負擔 然後把一大堆那些藥 放進去讓它來消化 那它的肝剩了當然會壞掉 所以我大嫂最愛吃藥的 每天早上一起床 然後九種藥 九種 一早上一起床就開始吃 心臟呢 膝蓋痛呢 然後還有那些 就是剛才葉老師講的那個 補充品 營養品啊 蓋片啊 吃乾的 那個什麼雞草片呢 還有什麼 每天吃早餐九種藥 我婆婆九十七歲了都沒有吃這種藥 所以她的我婆婆很健康啊 來到現在也就是看上去 根本就不像九十七歲了 反而我大嫂六十多歲已經 已經給我婆婆都看上去那個樣子啊 還有她疼痛啊 她老人生的痛 無名的痛 因為吃掉太多了 那我在西亞裏朋友 這病人 她在佛堂來按摩 那個老人家也是八十幾歲 她渾身無名的痛 給醫生檢查也檢查不出來 後來我們就詢問了 她就講到她一個月內 她吃止痛片吃了九十片 早就晚了 當飯這樣 就是你吃飯還準時 早餐一顆 中餐一顆 晚餐一顆 她吃止痛片吃了九十片一個月 最後面她 紋身都痛 開始吃有效了 開始吃是 好像吃了這裡就不痛啊 那裡不痛啊 但是大家想一下 90克藥下去了以後 這個止痛片吃都真的是癌了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們拿藥的時候啊 麻煩你們要吃藥之前 先把那個副作用啊 先好好的讀一遍 到底我值不值得 為了治療一個很簡單的病 好像失眠啊 因為我們在美國 那個電視上廣告啊 很多的那個藥品廣告 每天不停地播 那個廣告裡面 是藥品廣告是最多的 一個小小的失眠 然後她會講啊 這個藥就是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治療你的失眠 它的副作用 後面一大串 她也告知喔 當然那是法律規定需要告知 所以她後面也告訴你 有一大堆的那個副作用 可是我們人啊 這是很奇怪的 就為了治療一個失眠 她裡面冒險去試後面 這一大堆的那個副作用 所以這個真的很悲哀 其實失眠是最乳一致的 用我們原始點喔 大家如果稍微試一下 你們都會成為高手 這失眠根本就不是問題 用五月十年 揉一揉 頭部一月十年 然後那個紅豆袋敷一敷 你自己回家 熱伏齁 這個我去年 在去健康醫師的時候 住在加州 我一個省神家裡面 她就是五六年的那個失眠 長期失眠齁 很嚴重的 那我去他們家住 我就是把她按一下 然後讓她熱伏 她有吃 叫她吃薑茶 結果她五六年 從來沒有睡過好 這樣那天晚上睡好了 我第二天她高興都不得了 然後我在那裡住了四天 在那家住了四天 她失眠就沒有了 完全好了 所以其實很簡單的 大家為什麼為了 一個這麼狀 要去把這麼毒的藥吃 吃到自己的身體裡面 真的非常的不值得 所以我建議各位 你們在吃藥的時候 真的要好好想一下 我們不是要做一個 聽話的病人 這個是那本書說的 那個醫生他講到 我們要做個聰明的病人 我們不是說醫生講什麼 當然我們上學 可能老師說什麼 我們聽什麼 我們要做個聽話的學生 但是你不要持這種態度 去看著醫生 醫生叫你吃什麼你就吃什麼 醫生叫你去開刀 你就去開刀 你都不想一下 那個在座的各位應該知道 就像化療這種東西 癌症 大家也知道 其實科學已經證明了 而且很多醫生他們自己 他們從來都不願意去做 這個手術或者是化療 特別是癌症科 腫瘤科的醫生 他們自己是不願意 他們的親人家屬 大家可以去調查一下 他們自己是不願意做 因為他知道沒有效 就像眼科醫生 他是不願意去做 那個眼科的 那個近視眼手術 那個疾瘋科 因為存在很大的風險 所以心臟科的醫生 他自己也不願意去開疼過度 把他的心臟科給你做 最著名的一個勢力就是 張醫師也講過 那個徐達夫醫師 他在台灣是第一把刀 做那個開鼓手錄 一萬多例 非常有名的意思 他自己在得到脑瘤的时候 已经安排好明天去做手术了 最后他逃跑 这个案例我不知道在这儿各位听过 临上手术台之前他逃跑 他不愿意去做 最后他的医生同事 警告他 吓他 你不做 你不做 可能半年 一年 你不就会死掉 结果他现在也不止还活动 他用自然疗法 他没有去开刀 很多医生实际上大家去了解一下 他们自己不愿意做化疗 不愿意即使动了手术 其实这个化疗就像当医师说的 这么毒的毒药 我们正常人很有体力 很有能量的时候 我们都不愿意把这个毒药给下去 何况刚刚开过刀 做了这么大的手术的 那个癌症病的 他们这么虚弱 你竟然去叫他把这个毒药喝下去 然后他吃不下饭 没有胃口 头发掉光光 浑身虚弱 很多人啊 那个癌症病人真的是一次一次的化疗 一次一次的化疗 身体越化越虚弱 最后就走掉了 这个是事实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是很多人他完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癌症病人 也有活十几年了 很多人啊 我们身边看一下 其实很多人没有去检查的话 他有癌细胞 他也许有肿瘤 他不检查 不做治疗 他活十年八年 根本就没有问题 而且他生活质量很好 所以刚才我讲到那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医学专家 季晓龙 他就讲到癌症到了晚期 其实就是让他的生活质量好一点 其实都没有需要治疗 因为你治疗和不治疗 那个育力是一样的 你何必把他搞得这么痛苦 然后大家知道化疗的人 到最后面全身萎缩无力 然后都不成人形 那种痛苦真的 如果你身边的亲人有这种经历 我想说在座各位真的不愿意再来受受苦 那我们其实学医原始点 还是可以帮助到癌症病人的 那我自己有做了癌症的案例 我有做过两滴癌症的案例 当然我不是说他可以治疗癌症 但是原始点在治疗疼痛方面 是绝对有效的 我自己治的那个癌症病人 是因为他乳癌 转为骨癌脑癌 全身转移 痛到全身 就是每天晚上在床上这样哀嚎了 他每天吃很多药 他那个药一个包 一个树包 这样 在里面各种各样的药 他甚至连喝一口水 他都要先吞 吞一颗那个止吐药 因为他吃这么多东西都会吞出来 很可怜 所以每天就躺到床上哀嚎 那我是有去帮他 他是我朋友的小公子 我们有去他家帮他按 那他很怕痛 癌症病人已经反起了默契了 非常的怕痛 所以我是用了很轻柔的 那个每次按摩的方法 但是我们有按在原始点的位置 就很轻柔的 当时我们在按的时候 我心想可能都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按得太浅 我稍微用一点一点力 那个病人就叫啊 就要扑啊 所以根本不能用力 那我心想可能这样轻轻的摸眼 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我留回家 第二天的时候 他先生就打电话给我们 他说昨天晚上他太太非常好睡 之前他一直在吃止痛片 他还真的很痛 吃了很多止痛片 都不能睡 那天我们把他按摩了以后 大概我顺头到脚这样 慢慢的轻轻的帮他按摩 差不多一个点头 结果那天晚上他非常好睡 所以后来他 这个病人还是病人主动要求 来我家按摩 因为第一天我是上他人家 后来他第二天他先生就带他回我们家 那在我们家来的路上还有修路 后来要15分钟的车程 他脑子里面那个肿瘤压迫啊 痛到他都已经就这样了 到我们家的时候 他还需要在那个门口的那个椅子里 坐了很久 他才缓过身来 即使是这么痛苦 在路上的颠簸 他还是因为他觉得很有效 直动效果很好 他还是很愿意来 所以后面又连续又来了 三次这样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 当时我们一位学员 是点学艺不经的 所以就求好心切 就恨不得赶快帮他弄好 所以我就 我看他很喜欢按摩 然后也效果也蛮好的 指控效果蛮好 就有帮他再用力一点做 结果他就开始就怕痛 怕痛以后他就不敢来 然后那一没有按摩 他就非常的痛苦 哀嚎啊 他受不了 后来他又不敢来我家了 因为他怕痛的 他就叫德先生送到医院去 结果医生马上给他打麻菲 那个麻菲从0.4单位开始打 打到4个单位的时候 就是天天加 因为他一直在叫痛 那个西医院里面的医生 都一直在给他加那个麻菲 加到4个单位的时候 他就回忆了 后来加到6个单位 马上走 那才一个星期 当时这个病人其实很有体力 他浑身感觉还有肉 他经过化疗啊 经过手术 他竟然浑身还有肌肉 就是皮肤很光滑 体力很够 那我们也有请中医师 帮他打过麦也看过 那个医师都说 他其实活个三年 都没有问题 可是就是因为他很害怕 他痛啊 最后他就去医院 医院打麻菲 最后就走掉 一个星期就走掉 就是他生命力这么强的一个人 在经过西医的这些治疗 麻菲啊什么这些 在医院里面 在一个星期就这样走掉 所以我也觉得很可惜 所以在这一两年的那个实践过程中 我也是觉得说 我们在做原始点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以病人为师 那想在座的各位也有在学习原始点 我们在帮老人病人做的时候 真的一定要温柔 所以我们现在西雅图 我们也把我们的原始点教室改了一下 我们叫原始点温柔教室 其实大家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很用力才有效 当然如果你能忍受 很多中国人吃苦耐劳 他能忍受这个力 那可以 那我们可以加重的就好得快一点 但是大部分的人 特别是癌症病人 还有一些重症病人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忍受这么痛苦 所以很多病人是被吓跑的 来做做的一两次了以后 痛的受不了他就跑掉了 所以我们措施了很多救人的机会 那我也经过实践 我自己也反省过 所以我今年开始 那我们有把手法稍稍改 一下张医师的那个手法 我们就主要是以病人为师 就是让病人能接受的那个方法 所以我把美式按摩 我在美国学的那个美式按摩 还有原始点的按摩 还有一些中医的那个穴位的按摩 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治疗病人的效果呢 就是病人感觉很舒服 安起来 大家知道因为美国人很怕痛 他们个个的很胖 然后那个肉很厚 又是软软泡泡的 就是不结实的 那个肉 如果你真的这么用力的压下去 他们根本受不了 而且他一出门他就去告你 所以我们受不了 所以我们只能是用这种温柔的手法 但是温柔的手法其实也有用 大家仔细听一下我们叶老师的分享 他也就讲到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让病人 忍受很多那种无意苦行 没有必要让他受这种痛苦 痛到他对原始点失去信心 不愿意来尝试 那这样也不好 所以我们要看 那如果年轻力壮的 然后他又很能接受 他能忍受这个痛苦的话 那我们稍稍用力道大一点 用好的会快一些 如果真的很怕痛的 还有老人家 骨头也很容易无知疏松 还有那些女士 中年或者老年的那些女士 他们是很害怕 很怕痛的 所以我们手法还是要因人而已 稍微清凉 最多是我们要教会他这个方法 让他的家人帮他做 也要告诉他听说 这个我们轻轻做当然有效 但是效果不会说像我们这么重压 但是如果你不能忍受 那我们就只好轻轻的做 主要是让病人接受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只要多做 这个原始点它是做出来的 像我们叶老师做到五千多粒 那他什么情况他都可以 那个孕妇 孕妇他今天跟我们分享 孕妇他也可以做两个钟头 轻轻的按 很重的那些重症病人 如果他能接受的重量的话 他也可以很重的做 轻的他也可以去 就是做到有润不有 比如我们自己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 然后要我们自己互相练习 经常来学习 然后找家人 互相练习 练到一定程度 就像我们叶老师说的 大概我们一般来说 你做个三五十人 还是只是诸学入门的 你要做个一两百人以后 那个像鬼巫童 你就会感觉 等你做到五百人以上 你就会发现那个经 我们现在就是像叶老师 或者是我 我们做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说去量 这个点在哪里 全部都是凭经验 一上手就可以把经找到 那这个就是经验 那大家初学的话 我们当然还是按照那个图 先慢慢把经找出来 慢慢地做 但是你们如果做多了 实际上这个与月十点 实在是太简单了 想想我少时才看那个影片 才看了一个星期 就敢去看自我妈妈的糖尿病了 那很多人也是刚刚学 马上就很多症状 他都可以解决 这个就是很神奇 月十点他不需要什么医学背景 不需要你去记那些穴位 经络之类的 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只要用心去学 用心去做 一定会做好 那我们学到这个方法 首先是利益自己 自己身上的毛病 可以解决很多 那利益家人 自己的父母、孩子、先生、胎胎 都可以帮助到 那自己的 我们亲亲而人了嘛 我们把这个爱 这个慈悲再扩大出去 然后去帮助社会上更多受冰冻折磨的人 那这个真的 是一个利能利己 最好的事业就是 所以我也很感动 因为叶老师在这边 做这个原始点的推广 非常的用心 然后很辛苦 那我们这次也是 特地从西亚特的 来跟老师一起学习 跟大家一起共同的学习 希望说把原始点做得更好 让更多的人受益 希望大家通过学习 都变成神医 可以医自己的病 也可以家人的病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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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